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尽量没有题目 让大家自由发挥 这是我们一个月 只有一天 在每个月的 第二个礼拜五的 非力晚餐 开放call in 让大家畅所欲言 当然依照NCC的规定 我们不能谈 违法有关的事情 什么圈圈 叉叉 国骂 人身攻击 什么的 这个是不行 其他的都可以 也让大家有call in 今年打过朋友 就不要再打 让大家都有公平 参加call in的机会 有很多朋友的 第一次call in 都给了非力电台 给了非力晚餐 这点非常的感谢 感谢大家 好 那这个 竞选经费 什么政治现金的 这些申报 这个很多东西 大家了解很多 它是一个业配 它是一个 制入的 所以你看到那些人 收钱 什么千万不要意外 这个圈内就是这样的 这个圈的规则就是 你像蔡总统 跟那些网红在那边 什么 不用钱吗 免费的吗 网红 喝西北风吗 不可能 收钱什么 那都是再正常不过的 好 我们马上进行 今天的这个题目 然后每一段讲完 我们就开放call in 让大家来谈谈 好 那我们从这个 香港的问题 马前总统提到 这个不遑多让 就没想到 变成口水战 包括两位前后任总统 之外呢 连这个行政院长 跟马办的这个 发言人 大家就变成口水战 那其实蛮可惜的 我比较期待 蔡总统跟马总统 他们能够 面对面 直接把这些东西 把它讲清楚 你说辩论也好 什么的 像之前那个 在2010年 他们辩论那个ECFA 那个其实我是觉得可惜 因为只变了一场 就没了 那一场是这个 蔡主席是完全被 这个KO 是真的输得没话讲 那后来呢 这个台大的教授 郑秀玲 他呛当时的经济部长 张家柱说 不然我们来辩论服貌 这我多期待 结果也不了了之 这个实在是可惜 就应该把这些话 都把它讲清楚 但 剖开来讲 不好面 这样比较好 那我们台湾的国安无法 它是凑数人 你去看它这个国安四法 那国安四法 为什么要叫国安四 就是我们台语的系 那不好听 就硬抽个书 叫做国安无法 那这国安无法都非常的巴热 它都不是新的法律 原本的法律 就是刑法 国家安全法 国家经济保护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它在原有的法律上 去做一两条的修正 它不是新的法 它去修正而已 这没什么了不起 真的意义不大 而且坦白讲 跟我们一般老百姓 没什么关系 坦白讲是没关系 譬如说他有两条 在提到越退奉 你是有越退奉 根本管不到你 真正想管的也管不到 那立法是立好玩的 我讲实在话是这样 那除了我们的 台湾的国安无法之外 还在反渗透法 反渗透法是更好笑的 它是立法院的 因为我认为立法院 要做改革的话 第一个呢 要废除那个禁腹恶毒 禁腹恶毒是朝野党边 最好出手段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应该废掉 禁腹恶毒 为什么禁腹恶毒 为什么不是委员会中心主义呢 为什么不是在委员会 大家来这个辩论啊 来质询啊 来公听会啊 什么 为什么禁腹恶毒 禁腹恶毒就是 直接丢到朝野协商 吵了一个月 或是你冷冻了一个月 然后就啪啦啪啦就删毒就过了 我认为 从以前到现在 所有禁腹恶毒的案子 都应该重查 但是以前在民进党执政 然后 尤锡困在立法院啊 是做不到 我曾经期待时代力量的黄国昌 do something 很遗憾 这位高估了黄国昌啊 现在的这个时代力量秋显志 他是最痛恨朝野协商的 他2016跟柯建民在新主选立委的时候 他一直追着柯建民打 那现在 这个秋显志贵为立委 兼这个实力的党主席吧 实力现在当主席不知道是徐永明还是谁 Anyway 我对黄国昌失望 对秋显志我也不抱希望了 这永远是一块大黑箱 这个禁腹恶毒 好 刚才提到这个反伸透法当初禁腹恶毒啊 敲锣打鼓啊 已经弄了半年了 谁被起诉 没有嘛 所以 马英九你错的地方是在说 我们的国安武法跟反伸透法 都是 都是假的嘛 他是为了选举而弄的嘛 我问你 反伸透法的主管机关是谁 没有 他没有主管机关 香港不是弄一个什么 什么私刑戏责吗 大家骂得要命嘛 对不对 反伸透法有没有私刑戏责 他就是定义一个很模糊的东西 那你说他定一个这个虚无缥缈的这种这种模糊的东西 那定这法干嘛呢 干嘛 吓唬你了嘛 他没有真的要办你 我们要这个选举嘛 我们要这样这样这样 骗你了 到现在一个人被起诉没有 那香港的国安法不一样哦 好 香港的国安法 北京是来真的 他从第一天就开始抓人了 7月1号就开始抓人了 那不是一个骑摩托车那个没有 很帅的那个 立刻就被逮捕了 受压到现在 他受了轻伤了 因为他冲撞警察 被拦下来 压到现在 面临重刑 他那个三年起跳了 如果最轻最轻 他是被判三年 我就不晓得他最后要判几年 好看到说香港的法院 这个法官怎么判 所以香港的国安法跟台湾的国安法 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了 马英九你错了 错了就认错 不要在那边阴摹啊 好你你鬼扯那两个案子 我觉得很奇怪 一个是坐票的 一个是台大的那个教授被约谈那个 那个在我们社会新闻来讲 都是SOP啊 好我不是很了解 他说 他去那个征讯室啊 好去警察局的征讯室 看到手铐 这就就我们社会记者的立场来讲 你去征讯室看到手铐 这有什么好意外的呢 你是第一天去警察局吗 恐怕那个那个人还真的第一天去警察局 在我们的common sense里面 征讯室他本来就会有手铐啊 在那个椅子下面还有脚铐啊 那因为台北市比较有钱 我们就是因为当时太多的寻求 像我以前刚开始跑是没有征讯室的 他看已经征讯室 在这边就看 有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刚才跑的时候 警察在问笔录 我们就在旁边抄 哪有什么征讯室啊 以前没有那个概念 就旁边抄看他写什么 顺便看一下 订阅你一输不对 那时候都还没有用电脑打笔录 都手写了 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 那个副鞋子啊 还要找字漂亮的来写 不然人家看不懂啊 慢慢的时代的这个 你去征讯室看到手铐 这是你外行吧 我讲一句不客气 你是新来啊 本来征讯室就应该有手铐啊 那征讯室有手铐 他也没靠你啊 他要帮你靠起来吗 没有啊 在征讯室看到手铐 为什么大惊小怪的 站在我社会的立场 我是不懂 我不懂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所以大家了解 台港的国安法的那个强度 跟他玩真的玩假的 我们的国安法是玩假的 人家香港国安法是玩真的 好 这个国安法 这个之前我们谈一下 这个香港的基本法 基本法他有一条 第23条 本来啊 北京是希望香港 你针对23条 23条大部分的内容 本来他们预定要的大部分内容 就是现在国安法规定 那些差不多了 他没有完全一样 那个意思是差不多的 好 那本来北京是逼香港 说你赶快把这个 你回归之后赶快把23条定一定 结果呢 香港的朋友就反弹 2002年说要修 第23条 2002 18 19年前 然后2003年的7月1号 因为他们7月1号回归 香港的这个朋友就抗议 他订这23条 怎样怎样 上街抗议 那有人说100万 有人说50万 很多人抗议这个23条 那当时的这个香港的特首是董建华 你看 哇 这怎么这么多人抗议啊 还得了 所以从2003年那一次之后 23条就没有再动了 一直有人讲说赶快订啊 修这个法什么 可是港府就没有再动 立法会也没有再动 这个前因后果是这样 那我问大家好 我们就讲现在2020年 从2003年到2020年 这17 18年之中 都没有去动这个 积分法23条 好 那我请问大家 请问 如果2019去年没有反送中 如果去年没有这些 这个香港的这些分乱啊 等等 如果没有的话 北京会不会去推国安法 这个不是说帮香港讲话 或是帮建制派讲话 帮民主派讲话 或是帮北京讲话 我们就就事论事谈了 我们不要扣红帽子 我们就就事论事谈说 如果去年没有反送中 北京会不会推国安法 我们现在也请YT的朋友 来参加我们的投票 这只有YT的朋友 如果去年没有反送中 北京会推国安法的 请你打三个一 没有反送中 他也要推国安法的 请你打三个一 如果去年没有反送中 北京不会推国安法的 请你打三个二 这个是我们的网路投票 这个请YT的朋友参加 那这个苏文基的朋友 就比较抱歉 我再讲一遍 如果去年没有反送中 北京会不会推国安法 北京会推的 你打三个一 你认为北京会推三个一 这是一个你的推论 你认为如果去年没有反送中 北京不会推国安法的 请你打三个二 请大家来这个 还是会推 Simon就算去年没有反送中 北京还是要推国安法 这个澳门的Simon 阿荣还有这个许凯文 没关系都没有标准答案 没有标准答案 我来讲我的看法 请大家参考 请大家参考 如果去年没有反送中 如果2019没有反送中 我认为香港现在应该是 维持2018的现状 就是维持现状 维持2018的现状 因为他也不急着推 我就跟你讲 他从2003年看到这么多人上街 其实在2003年到2019之间 香港他有别的运动 譬如说那个雨伞革命 他们争取要 这个香港的特首要直选 那是香港朋友的诉求 也就是说2003到2019之间 香港有发生别的事情 可是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事情之后 北京没有出手 对不对 2003到20182019 在你们反送中之前 他没有出手 他在旁边看 看你们在干嘛 所以我说 我认为如果2019没有反送中的话 香港现在应该是维持2018的现状 就没有反送中 然后我们就是维持这样 他就不会去推国安法了 那他为什么去推国安法 因为他港府已经投降了 我讲投降意思说 林郑他们已经没 无法处理了 软的不行 硬的不行 沟通无效 根本没办法处理 那北京最好出手了 我不是去把它合理化 这个国安法 我是讲这个来龙去脉给大家听 你看之前香港什么问题 基本法没有定 它是没关系的 因为基本法23条 跟国安法讲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这字面上有一些不一样 你香港如果不是反送中 这样一支乱一支乱一支乱 造成香港的各种的 他就不会去推那个了 你偶尔民主派抗议一下 偶尔来个占中什么的 在北京他能忍他就忍了 他就算了 你只要不要胡搞瞎搞 不要太过火了 他就当没这回事了 但是你一年多以来 一直发生这种 占领大学 丢汽油弹 跟警察互殴 什么勇武派 然后还有什么 什么一些香港的 什么黑道怎样 香港已经乱掉了 乱了 然后港府没办法处理 那怎么办呢 继续乱下去吗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给自己的一个保护伞 我啊 我个人 我无条件的支持 香港争取民主自由跟法治 我只能代表我个人 我无条件支持 那我支持没什么意义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凡的台湾人 有一支麦克风这样而已 但是香港的朋友应该想想说 他们现在流行的就是这样 左右手没关系 就一个是一一个是五啊 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你左手比五或是右手比五都没关系 你只要比这意思 香港会看 你这个是自己人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我请问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包括YT上面的好朋友 一年多了 香港反送中已经一年多了 五大诉求 有哪一个成功的 五大诉求有哪一个实现 因为这样讲 我们是旧事论事讲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扣帽子 你是中共同路人 你是中共代理人 你帮北京讲话 今天他是全世界第二大强国 他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轮不到我帮他讲话 舔共要排队 我可能要排很后面 轮也轮不到我 我根本没有舔共 我是要告诉大家 他们香港叫做兰草 这个是有由来 就是那个 他们很像是那个叫什么 除大堤是 有点类似大老二还是什么的 他们的一个一个指牌的东西 所以兰草的意思就是 简单讲这是玉石俱粉 同归于尽 因为香港的这些抗议的朋友 他基本上就分两派 一个是勇武派 我自己拼 看谁输娘 跟你拼了 第二种叫和理非 和平理性非暴力 没关系 各有主张没关系 我的意思是说 经过一年多的分分扰扰 你不要讲说谁对谁错 北京很粗鲁 港府很迂腐 你要讲什么都好 那我现在讲说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这些朋友你们五大诉求 有哪一个实现的 通通没实现 你现在了解我意思吗 他都做不到 你也不去跟港府谈 你也没办法跟北京谈 你开了条件 根本没有人代表出来谈 那谁代表抗议的朋友 他也没明确的组织 谁能够代表所有的香港的民主派 说我来跟你谈 你要跟我谈什么 那你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的结果就是 你什么都没拿到 然后现在国安法来了 国安法来了 他那个是中央丢下来的 你香港的立法会 等着去处理真正的第23条 但程序上他还是要走一遍 我中央丢下来 这个国安法 你香港特区政府的立法会 你也得去处理那第23条 那他们9月要改选 这个立法会要改选 又有他们这些问题 你到底是要同归于尽 还是要跟北京谈判 或是跟港府谈判 他考验的是各方的智慧 你真的要跟他识破 人家跟他拼了吗 拼个鱼死网破吗 所以我刚回到那个重点 就是说 如果没有反送中 如果没有反送中 那种连续性的持续性的 几乎是周期性的 在香港街头这样的话 那香港朋友 你要争取诉求什么 我刚才讲 我是无条件的支持 但是不要去斗气 丢汽油弹 然后各种的抗争什么的 这个 你经过一年多的这样子 那你拿到什么 你得到什么 你的五大诉求是全部落空啊 那怎么样让北京或港府妥协 好双方的这个 这个这个各让一步 或是各种的协商 还说我都不 我不跟你谈 我就跟你拼了 香港也有人这样干了 就我什么都不谈了 大家来打吧 看你先死 我先死 也有这样的这个路线 可是我个人我是不赞成 好来 我们来开放我们的这个 扣音电话 022363995 来我们今天来多接几通 控制 那个2363Q 我说我现在来进行 没有要帮谁讲话 但是你 你从事这种 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社会运动 群众运动 你的诉求 拉很高 五大诉求 每个都要 都要听你的 每个都听你的 那北京跟香港 跟港府 他怎么办 你也要给他阶梯下 所以香港的问题 我们在台湾这样看 是很遗憾 因为一开始 我自己看那个香港 我一开始以为 吵个一两天就没有了 我一开始是以为是这样 没想到会 会进行这么久 然后到现在 这个 还在持续当中 这个坦白讲 我是蛮 蛮压抑的 来0236395 贝利晚餐你好 哈喽你好 大哥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住哪贵戏 你好 桃园兴谢 谢先生来 今天你要聊什么 今天好像什么都能聊 对 我最近看那个什么张仲杰的 就觉得这个邓辅真的是 之相难看 大概就这样 你一年卡一次卡来说没一份经理 你要挂电话 因为我在期待辉文哥跟我聊天 所以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那个谢先生 你如果要讲我就换人 你讲那个张仲杰那个还好吧 这个去年就吵过了 可是现在讲成这样子感觉好像 反而我们的百姓不关心这种事情 反而都是好像民进党做什么都对 民进党酬庸蔡总统发糖果 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 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了 好好好 谢先生谢谢你 谢谢你call in的捧场 谢谢拜拜 拜拜拜拜 来02363995来贝利晚餐你好 哈喽你好 哇哦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哇塞 太感动了 我在大陆我姓路 马路的路 马路的路 对对对对 路先生你住哪 能不说在哪个省吗 觉得不大方便 你们一个省都几千万的你怕什么 好吧我在山东 山东这么大 难道山东新路的就你们 别紧张 因为你们那边很多人都打电话进来过的 你别紧张 OK 好来 路先生你要讲什么 今天随便讲 我就讲 我听了你的节目一年多了 我这么几个感受 就是我对于韩国瑜本人 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他演讲非常有这个感染力 我我经常有空就会看那个选前之夜的那个 就是那个嘉宾姐的那个最后一段演讲 我每次看都痛苦流涕了 所以都非常感动 其要是韩国瑜说的那些几个关心 凶苦老百姓啊 这些东西 爱与高荣啊 对于你们来说是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正确的 好 但是 但是 民进党还有蔡英文完全不愿意这个 而且拨撒 仇恨的种子 拨撒到这个台湾人的心中 这一点让人非常不齿 这种做法特别可恶 特别可恨 即便是不管是他们再怎么台独或怎么样 我也不希望台湾人过这种 就 就 受到这种捕获吧 我觉得这样很不好 好 然后 那个路线 你知道韩国瑜被罢免了吗 我知道 我 我有一个台湾同学 我那个 他罢免之前的跟我说 就让我看 我说 跟我看了 肯定罢免了 好 那路线有空来台湾走走的 好不好 我是想但我怕被抓 你 你等到疫情结束来台湾玩一玩 为什么会被抓 就是有那个什么代理人法 蛤 你们有什么代理人法 中共代理人法 什么国安法 什么 害怕 这是我们怕你们吧 那么你们怕我们 你们不要搞笑 这是一点 其中一点还有点就是那个火烧车事件 那路线 火烧车事件 路线我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了 我有后面 你还是有空来啦 我们不会抓你们的 好的 好的 路线 路线 我们比较怕你们吧 你们怕我 好好笑 路线 我刚前面有讲 你在听回放 我前面就跟你讲说 我们的国安法是写好玩的 国安武法跟反胜斗法 是过个场 意思意思 这跟你们路客来都不要怕 你只要不要来这边 什么 讲一些五四三 你去到游山玩水度假什么的 非常欢迎 非常欢迎 来台湾走走 那我们这边其实等到疫情结束之后 像我是先去北京啦 到北京这个这个几个餐厅去 其实没有那么那么严重 我的意思说 譬如说你去 譬如日本 日本英国泰国 或是北欧籍的国家 他们还有皇室的 还有什么国王啊 你去人家这地方就不要讲那个 你到大陆去玩 你要你要故意去讲那些什么的 就比较那个 如果如果是一般的游客什么 其实不用担心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欢迎这个 这个所有的 当然不止大陆啦 算是欢迎其他国家朋友 也都能来我们这边看看 因为多看多接触 多了解总是好的 你隔着YouTube隔着广播 这么遥远的这样的 这样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落差 谢谢来我们继续接口音 0236399 来菲利晚餐你好 哈喽你好 大哥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兄你好 您住哪 我刚刚跟那个陆先生 我也山东 山东您贵姓 我姓郭 我去年韩国瑜当选之前打过 去年韩国瑜当选之前打过 去年他没当选 去19年 去年他刚刚当市长的之前 那是2018了 08年是吧 18年 但是我打过 18年 18年你打过 好来 18年我打过 国瑜那时候讲 那个我就 当时高雄嘛 当时高雄老又穷嘛 那个 你说我们这个 我们说那个五线小城市 现在都高到300万人了 高雄到现在 他也不就两百 两百七两百八 对差不多 对啊 来国瑜 来你请说来 你今天想聊什么 我想就说这个就是国民党啊 到底到底怎么搞的嘛 现在不是我 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那边那个 就是立法的什么那个 我想知道这个国民党能不能提就是 自限公投啊 国民党能不能提这些不行啊 为什么呢 我们的公投法规定不能不能那个啊 你说自限啊 也是不行啊 台独都不能公投了 自限跟别提了 比方说就是 比方说就是那个 前段时间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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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那个 那个立法委员提那个 或者他自己收回去了嘛 立法委员 哪个 你说那个蔡毅宇 挺胖的那个 对挺胖的那个 哈哈哈哈 有有有有 有这回事有这回事 是吧 他提那个 为什么国民党可以提嘛 看看民进党怎么处理嘛 这个问题 郭焱 可是这你讲的这种角色 国民党演不太来啊 反正都不要脸了嘛 大家都不要脸了 不好笑 不是 我觉得你 你对国民党这苛求了嘛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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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蔡毅宇 自己打自己脸都可以打嘛 那你国民党为什么不能搞这事 那郭焱谢谢你啊 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想法 其实其实我们 我们这边有很多人这样想啊 就那那就那就来提啊 我们就来提台独啊 那提制宪啊 正名啊 公投什么的 这样这样子好吗 这个是我 我是比较我 我个人我是比较犹豫啊 譬如说国民党 他们说要那个废考监啊 那把国父的五权宪法 把它改成三权 好就是废掉考试院 民进民进党的长期主张 国民党去附和哦 我怎么看都觉得这怎么怪 如果国民党你真的要背弃 国父的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话 那我投民进党就好了 投你干嘛 你连中心思想 你们国民党的总理总裁 你都你都不维护了 那你这个党存在有什么意义啊 所以国民党去演这个角色是不好的 那个就反串 你就反凤说 那我就跟你拼了 我们就 你国父是国民党的总理啊 这是我的输音啊 真的是 哈喽你好 你好 我高雄姓吴 吴先生你好 来来来来来 你敢说那个 中华民主共和国有一个角色 哈喽的 那个国父孙周三先生哦 创立的是中华民主共和国 嗯 啊现在大陆叫 阿京的权权跟他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嗯 因为以前我们是五族 五族共和嘛 嗯 啊所以起头建立的是中华民主共和国 好 简称中华民国 啊不然还简称中国 嘿 这个在历史领域 出的看来比较久的历史啊 嘿好好 我来给你敬意一下 嘿 那是哪啊 吴先生你就是要讲这个 啊 你就是要说这个就对了 对啊 我比较多了 我比较多了 哦哦哦谢谢 好哦谢谢啊 谢谢谢谢 吴先生到最后我们就是中华民国了 你讲是更早之前我们中华民国就没有 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就是我们正式的国民跟国号 你讲的是一开始民国刚开始的时候 但是我们就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的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国民跟国号 好这个这个是你讲是更早之前的一些无限的 在之前那个我们讲当天 这个聊天室就有朋友这个提醒我 来02236399 来贝利晚山你好 哈啰你好 辉文哥你好 你好你好 台中 嘿 台中姓陈 陈先生来你请说来 你要说什么 我会觉得是说我们现在教育其实到 早都已经被荼毒了啦 教育被荼毒 荼毒了对就是没有没有所谓的 历史了 然后所以说你今天国民党如果不振作的话 我看 我看台湾也差不多完了啦 如果再让民进党这样搞下去的话 现在的 现在就像你之前有讲自然毒的嘛 我没有讲自然毒 没有你就说 新闻媒体上有在报啦 天然毒 他们叫天然毒了 所以说他们已经没有所谓的 历史传承的东西 像我们台湾已经没有所谓的中国 中华无法的问题 反而是对岸一直在吹唱 吹唱中华文化 这样我们台湾还算什么 对 那我觉得是 就是说老一辈的 或者说像我们这种四年 就是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 三十几岁 或许都还有 这所谓的文化传承的 传统 可是你现在二十几岁 十几岁的 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啊 那陈先生我打猜那怎么办 就是 希望国民党振作一点 或者是说 你的结论怎么会这样子 或者是说 干脆就直接统一了嘛 因为陈先生 你刚前面讲教育荼毒那段 大家都知道啊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两半 我觉得最好就是 我们就干脆 看护照换红色的 或者是 直接给对岸统一就算了 不能再这样搞下去 台湾还要乱多久 对啊 举债都已经举到 如果我们跟他们同意的话 我 我节目就停播了 呢 不会 不会 还有地区法 他还是会 不会 我们所谓的统一 不是说 他的 其实我觉得他们中国大陆 也没有说真的要 同理台湾 的那个那种味道啦 可是 觉得还是要给 给我们地区性的一个 自由度啦 不至于到 因为你中国对岸也在进化啊 难道我们不在进化吗 我们也是啊 陈先生 谢谢 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感谢 陈先生这个 这个 我讲 谢谢你保贵 我讲句话 不是你说的算 也不是我说的算 好 但是我们大家不同的意见交流 这样好 那你讲那个教育部分 我也我也同意 那你说 要国民党振作 是比较难啦 这个党 这个党也不是普通的烂 你要加振作是有点难啦 但那 选也选不赢 骂也骂不赢 实在是有 这个 但但你说 贸然跟对方 那个 我觉得可能还要从长期 统获读的问题都非常的 都非常的慎重 要慎重处理啦 谢谢 台中的陈先生 来 哈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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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好 喂文科 你好 台北姓潘 潘先生 嘿 来 请讲 我是觉得国民党需要砍掉重练啦 砍掉重练 那怎么练 要怎么砍 就是 对啊 他们的烂的程度 实在是 感觉改革都改革不了了啦 对啊 那所以你说 你的意思要另立新党了 是 你不是说砍掉重练 对 他比如说 他叫台湾国民党或是什么的 就是 总之就是 要抛替现有的包袱啦 除了改名之外 还要改掉以前的坏习惯 那些包袱什么改改 对啊 把跟黑金啊 特权啊 这个所有相关的漏袭全部要改掉了 不然实在没有办法跟民进党拼的 那潘县如果有那么简单 还有我们两个来讲吗 是啦 还轮到我们两个第二体胸 他 我跟你讲 国民党 国民党他们都知道 他们就做不了啦 也是啦 连一个党产都处理不好 这个党能干什么 所以很失望啊 所以潘县有可能马英九是最后一个国民党的总统 有可能 如果国民党在乱下去 非常可能啊 非常可能啊 好好谢谢潘先生谢谢你 好谢谢你 投影谢谢你 拜拜拜拜 好谢谢 这个 公共共的国民党 没赛就不会买你啊 来我们先进广告来 飞鲁晚餐 我是陈回文 让我快速的把第二段的题目跟大家报告一遍 这个 香港一传媒的总裁 也是香港跟台湾苹果日报的大老板黎智英 他在推特直播 他说他不怕香港的国安法 不怕 黎智英说啊 考虑先让妻儿离开香港 然后自己会留下来 你不是说不怕吗 你不怕 然后我的老婆小孩先离开 我不怕 黎智英你这样讲会不会觉得前后矛盾呢 我不怕香港的国安法 但是我 要先让我的老婆跟小孩离开香港 这个我都没办法啊 那每个香港人都有办法送妻儿出国吗 每个人都跟你一样一样条件说我留在香港 我拼这个民主派的路线 我的老婆小孩这边危险这边要乱的来 你先到这个加拿大拉到英国拉到台湾拉到日本 每个香港人都有这个栽调吗 没有 香港的贫富差距也很严重 香港有钱的人很有钱啊 港口败败港口贼败的一大堆啊 每个人都有办法把老婆小孩送出去 不是这样子的 好所以这个立马取消双重国籍 我说我们不要在海外喊台独啊 你在美国在日本在澳洲跟我喊台独 你发痛的啊 别人的小孩都死不掉 你在海外喊你回来啊 今天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台湾 我如果有老婆小孩我也没办法把他送出去啊 没有钱没有卡你要去哪里 罗索的卡是那个居留权啊 那你要你要去哪里 跑都跑不掉啊 你看之前我们跟这个中美断交的时候 我为什么跟你讲中华民国简单是中国 中美断交是谁跟谁断交 是美利坚合众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啊 所以叫中美断交啊 中美断交的时候你看多少人 落跑 你看哎美国也不要我们 因为我们是先被联合国提出来 过了几年之后美国跟我们断交嘛 那时候很多人 这个爱国青年去抗议啊 美国的特使丢鸡蛋什么 但是有些人是跑啦 九六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也一段跑啦 台湾要直选总统的 然后李登辉又跟阿公呛堵什么的 然后阿公就这个 美国就派航空母舰来啊 很多人就跑啦 他们有办法跑的 他就把我们没有办法跑的 就留在这里啊 这个这个事很不公平啦 好黎智英之前说我们唯一的救星 是川普制裁中国 有吗 李之一你讲这话讲了一阵子啊 这个这个 你觉得现在美国 什么香港自治法什么 他有他有真的帮到香港吗 你不是要川普制裁中国吗 川普其实你看到川普制裁是香港 他制裁的不是中国啊 这个是你们要的吗 好你你看这个美国 英国日本讲一大堆 对香港真的有帮助吗 这个我也非常的 怀疑啦 那会不会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你看国际社会的现实啊 国际社会 就那这个陆委会的专案来的 说从7月1号到7月9号 接了700通电话 700通电话 那有多少是政治庇护的陆委会 还是不敢讲 这个不能说的秘密就是不能说 到底我们收了多少的勇武派 好那类似这样状况 其实会造成台港之间的尴尬 就国民党应该去去推了什么 就是说 蔡总统为什么被绑手绑脚 蔡总统为什么不公开的给 所谓的香港的朋友政治庇护 我们讲政治庇护是港外调替的那个部分 可是我们跟香港其实 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啊 香港不是外国人啊 日本对我们来讲日本是外国人 可是香港不是外国人 依照中华民国宪法 香港是我们是同一国人啊 所以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我们对香港跟澳门是居民啊 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啊 如果一到中华民国宪法的话 大陆跟香港澳门都是我们的领土啊 所以国民党应该从这边着手说 去告诉这些 没有念正确课纲的年轻人 为什么蔡总统没有办法去修难民法 蔡总统为什么不去动港澳条例 那是因为是动一把天 就整个大局就牵动他 不要去碰那个嘛 我们只能零星的给一些香港的朋友 给他帮助 我们没有银弹也没有飞弹 没有办法去救香港 也没有办法帮香港 我们的困境是在这里 来我们再接两通 来02363955 抗音的朋友来 来你算你算 大家等着过去拍摄 我们多接两通 再接两通 刚刚已经接了六通 这个再接两通的这个抗音 尴尬的地方在这里 台湾跟香港是什么关系 台湾跟大陆是什么关系 是国与国的关系吗 显然不是 那显然不是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造成 这个 就是那个吃这个野养吃那个野养 我们现在遇到状况是这样 哈啰你好 你好 大哥你好 辉文兄 你好 我高雄 詹姆寺 詹姆寺你好 嘿嘿嘿 来你请说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 以前老韩讲的 比较正确 他对香港的态度就是 他是反对港独 但是他是支持普选 他这个态度就表明了 对香港 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一个 友善的态度 然后呢 对于两岸关系 他讲得很好 他讲的是说 他是支持九二共识 他反对 一国两制嘛 如果是按照这两个 两岸三地 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国民党如果 如果 完全 到这个主轴去做的话 然后把议题 排好 我相信 对台湾的老百姓呢 还有对香港的老百姓呢 都会有很好的沟通啊 你说主轴跟议题 对就是我们现在劝缺的 就是我们台湾的老百姓 没有共识嘛 尤其是年轻人啊 他们对这个议题都不了解 对 James你说那个主轴跟议题是 你意思是叫国民党党中央去做 还是国民党的立员党团 还是老韩 就是 当然 国民党自己本身要有先有共识 然后 现在国民党自己本身 他不管是立员党团 就是他的论述能力 就还没有 还没有发展出来嘛 各说各的调嘛 那谁去做呢 当然是 当然是 当时如果是透过总统大选的时候呢 是一个机会啦 可是国民党本身就没有 就没有统合起来 所以他在总统大选的论述就没有出来 我问你两次 我问你两次 你也都没回到 这主轴跟论述谁去做啦 主轴跟论述当然是 或者是党部要先去 因为是国民党嘛 本身要 他既然做最大的在野党 他今天要提出来 James谢谢 谢谢我时间关系 谢谢你啦 其实你就是不愿意回来 应该是国民党去做 老韩现在在休息 让他休息 应该是国民党 因为最大在野党如同你讲的 应该是最大在野党去 抓这个主轴跟去做那个论述啊 那 James你刚讲说国民党里面要先有共识 那就完了 国民党里面是没有共识的 这个就是国民党 混乱的地方 我们先进广告回来再接call in 飞迪晚餐 我是陈慧文 那个我们接了七通 那现在来接第八通 这个谢谢大家 这个call in的朋友 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 会接比较多通的call in 哈啰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您助长贵心你好 我台北姓罗 士卫罗 罗先生来请讲来 来你刚刚讲那个五一啊 五大诉求无缺一不可 为什么今天香港人要揽炒 你大陆骗我们吗 北京骗我们吗 当初说好的真普选呢 有给吗 没给啊 是你你继续说来 请讲 罗先生你你你你讲你的 我我没有要回应你 你讲你的看法就好 我说因为当初说好的真普选 没有给 没有给我们承诺 这就有说先骗我们 给给他们 后来大家 罗先生你是香港人吗 因为他们不是我们 好 那因为当当初 你那个骗了香港人 然后呢 再加上那个反送中 所以大家才会 南朝 是这样子 是 没了我就是要讲这个 罗先生你你讲 那我我刚讲的那个跟你讲的 没有什么冲突啊 我我知道没有冲突 我只是要说 但是因为你刚刚 你没有提到这一段 没有提到这一段 对 这是说为什么今天北京要受 越收越紧 然后为什么香港人要上街 因为你没有 中间你还漏讲 因为我们没那个香港人 当初北京给我们的承诺 说有真普选 后来没了 这个我在我在那个 罗先生谢谢你 你要补充的吗 没有 因为我时间关系 你如果讲完了我就那个 谢谢你 罗先生你讲这部分 我再 再确认一下 因为不是很肯定 我就不敢乱讲 线上朋友谢谢我 我剩下两分钟 我来我来做个ending 罗先生各种的 因应香港问题 我跟大家谈 你你听我讲 我讲的是很很表面的东西 我是从台湾看香港 我对香港的问题 我没有那么了解 我都跟你讲说 我包山包海什么都懂 那就是我在骗你 我没有什么都懂 我知道的很有限 这个水平不够 大家多多的包涵 你说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新冠肺炎 什么日本 什么都能讲 那些 对我都 从 外太空讲到那个子宫 这个我就没办法 那个 我也不去讲别人 但我所了解的很片面 所以你讲的东西 我在 我再了解一下 再来跟大家做报告 好我们看今天的美丽剧 是这个博恩夜夜秀 他发表声明说 蓝绿 白 黄 橘 他们的钱都有收 蓝就是国民党 绿是民进党 白是科匹 黄是时代力量 橘是新党 还是清明党 应该是清明党 新党应该是黄的 都有收 毕竟他是个综艺节目 这个像沈玉玲他也收钱 好在收 他去帮韩国瑜主持晚会 拍片 什么的 这个我一点不愿 但是我要告诉他说 这个就是钱堆出来的 那另外一个钱堆出来的是 这个丑闻啊 这个时代力量 所有党员 很多人入党将近一千个 那时代力量现在党员很少 只有两千多个党员 可是你看哦 他只有两千多个合格的党员 可是他在部分去拿到一百零九万票 一百零九万票 他三席的立委 所以时代力量的 我觉得韩国瑜应该去思考 时代力量的路线 我党员只有两千多个 可是我不分去 我能拿到一百多万票 一百零九万 我能够有三席的立委 我在立方有一个党团 好我希望给韩国瑜一些启示 那到底是谁在幕后缴款 当这个常进人 时代力量真的查不出来吗 他们怀疑的人 我不要讲名字 因为好朋友讲名字 不好意思 到底谁在干这个人头党员 因为这个就是民进党的漏袭 因为时代力量很好玩 之前时代力量被人在踢爆说 你有网军带风向 在PTT公开爆料 时代力量 黄国昌他们连屁都不敢放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敌人 na 敌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